意大利由於週六單日疫情暴增 總理孔蒂於當晚簽署了法令 自3月8日開始至4月3日 對包括米蘭在內的北部地區進行基本封鎖 這項措施將影響到約1600萬人 新冠病毒在意大利爆發兩週來 週六感染病例增加超過1200人 成為單日增幅的新高 總感染人數達到5883人 死亡人數則增至233人 意大利總理孔蒂週六晚間簽署法令 自3月8日起對疫情重災區採取嚴格限制措施 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意大利正處於國家緊急狀態 對意大利最富有的地區倫巴蒂 以及其他4個地區的14個省的限制措施包括 不允許人員進出 除緊急情況或必要人員之外 避免在這些地區內走動 關閉所有的博物館 體育館 文化中心 滑雪勝地和游泳池 暫停婚禮 喪禮和體育賽事 儘可能在家工作 所有學校停課 衛生工作者也被取消了休假 限制措施一直延續到4月3日 受影響的城市包括威尼斯 摩納德 帕爾瑪 皮亞秦查 雷交海米利亞和米里尼等城市 餐廳和酒吧將被允許從早6點到下午6點營業 但要求他們保證客戶相距至少1米 意大利全國範圍內 目前所有學校被要求停課至3月15日 限制措施發布後 民眾認為對應對危機是必要的 新唐人記者徐哲 張祺綜合報導